现在这个堵头 堵头都跟这个墙都快平了 这个太深了 这个深度大概两公分半左右 如果是用它这个厂家的曲调 我们把这个东西粘进去 粘个四到五圈 粘不动 卡在这里 现在这个丝口有点短 现在它这个丝口还没有粘到底呢 大概粘了就是三到四圈了 其实还可以往里粘个一圈两圈 但是看这个丝牙 跟这个墙几乎就平了 就是到根部的时候 然后我们拿这个装饰盖再试一下 这个装饰盖扣上去以后就这效果 这就太深了 用不成了 这个虽然深了 但是我们有处理的办法 唯一让我庆幸的是 这个管 这个管还不是太歪 往往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管不是高就是低 不是都是做外勤八扭的 这个管看着还还还可以挺平的 就是有点深了 太深了 不过遇到这样的问题呢 我们还是有解决办法的 我车上有这个 加长的曲调 用这个加长的来给它做 越是到这种比较偏远的地方 越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车上必须得背上这个平时常有的配件 要不然它今天怎么办 这种装不成了 虽然是花一点钱 但是我们能给它把问题解决了 看这个要比这个长的 差不多一公分半到两公分 现在这个都不用切 就用这个长度粘上去 因为就刚好 粘个三四五圈 四五圈 然后一扣这个装饰盖 这就刚好了 像这种加长曲脚的话 如果它那个深度不是那么深 我们可以切的 我们要切半公分一公分都可以切的 一般呢 如果太长的话 切也就切个一公分左右 如果再短的话 它原装的都可以用的 缠身料带的 就不要问我缠多少圈啊 怎么怎么缠啊 因为我是个左撇 跟正常右手缠 是反方向 所以大家第一看起来就是说 你这个方向肯定是缠缠 你看 这是不是反的呢 我们粘的时候就是 就是这个方向粘 对吧 你身料带是这样打上去的 你如果用右手看 这个身料带就是这样打的 曲脚上好以后呢 我们先不要扣装饰盖 先把这个花 花霞的这个主体 先装上去 装上去呢 我们先做个玉组 嗯 玉组的目的呢 就是 看它是否平行 确定一下 哎 这两个曲脚的距离 还有是否 这个面是不是平的啊 再来一点点 哎 好了 这就平了 现在这种小水瓶 哎 抓画了 什么 它都给你带给这 这东西不缺 多得死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滑体拆掉 拆掉 现在扣装饰盖 看这个胶垫 第一是人家这个韧性好 你看这个厚度也厚 就是这些细小的东西都做的是预众不同 往往我们制作水龙头呀 花伞呀 它这个黑色的 这个面它不 它是 它又不是电镀的 它是喷漆的 呃 拧的时候要注意点 别给掉漆了 有电布的呢 电个电布 没有呢 就像我这个 把他们这个包装纸拿过来 你发现一个事情没有啊 就是 往往就是大品牌的花伞吧 它这个杆全部都是圆的 它用方的很少 这道类似 很多人买花伞就买那个 就是杆是那个方的 方的它有弊的 这个圆杆 你不管在哪个位置都可以转 你那个方杆它就转不了 尤其像那种做了预防的 你混合器本来就靠墙 哎 你这个圆杆在预防里面可以转 调整位置 但是那个方杆 那你靠墙太紧 你洗澡 你都得靠着墙洗 哈哈哈 固定这个底座呢 其实为了这个更加精彩 我们下边最好是拧上去 对着墙 然后 靠水平 靠水平尺也行 我一般都是 顶着墙 来量这个尺寸 画好以后 我把这个杆杆拆掉 刚才它还是黑的吧 你看我粘了一圈以后 它就掉皮了 变成铜的了 哈哈 看这个手持喷口啊 也都有一个单向法 装在这个位置 单向法的作用就是水只能从那进去 但是不可能从那再退回去 这个手持喷口为啥要装一个单向法 我也不知道 目的是啥 人一还有个缺陷 现在它湿不了水 它防止冬天的水会冻 然后用漆泵 把所有的暗管的水全部都排了 湿不了水